深情演唱 冷风过境 5566一开口 就让大家陷入回忆沙 三人紧锣密鼓的恋唱 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 20周年演唱会 开唱前他们搬出出道以来的 新闻报道怀旧感十足 过了20年 我们还这样算是很猛 几个都过40以上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把他讲那么多 就你们一直这样讲 所以害我20几岁就入选 不老偶像 近期37岁的许孟哲 身格人妇 外加恋团真的累翻了 原本是六月十一演唱会 然后玉彩琪是七位 我想说安排得刚刚好 perfect 结果一个延期之后到现在 我每天水深火热 我昨天有多花了点钱 买了一些保健食品 但粉丝后期 到底何时五人能同台 因为小刀这个人就是你看 只有看到他出现一下下 但不知道又 为什么最近又跑到新加坡去重商了 我们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是什么角色 对 我们搞不好会看到他变灯光师 也不一定 接下来中秋节要到了5566似乎王仁府最忙碌 我跟了我的邻居约了在我们家顶楼要烤牛小牌 然后我叫了一箱的牡蠣 然后还买了两斤的蛤蜊 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这礼拜五 这礼拜是中秋节啊 对对对对 是看来他没有要过中秋节 这个话题有点烟烧 海鲜 哦哦哦哦哦哦 那我没有那个意思 幽默搞笑的5566总是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 想必10月开场会带给粉丝满满欢笑 华视新闻林依廷李师健台北报道